暴進式馬達測試 現在剛剛開始了 它會走一周走到這裡 走到起點就會停5秒鐘 因為我這裏 step 200 就是一個圈 然後delay 5000 ms 這樣就可以分辨到 回到起點 原本這隻我以為它被刮掉 然後用四隻鱷魚鉗 這邊四隻鱷魚鉗 將它的線圈的組合逐個逐個試 現在試出來 是這樣搭就對了 應該停了 走到360度 回到這裡停5秒鐘 接著再走 5秒鐘再走到我家 最主要就是試這裏 1 2 3 4 1 2 3 4 4的入口 這個暴進馬達 有兩組線圈 這裡一組 這裡一組 這樣就 紅 這邊呢 就黑 綠 黃白 黑綠 這邊呢 就是剛剛調轉 綠白黃黑 就是 這裏挑了兩隻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變成這裏就是每樣拿這邊的一隻 這裏就是 我記得它 有空去畫線圈的圖 當然是怎樣的 我現在來到這裏 繼續走 那這樣就 用這個電池 開頭呢 經常走到一半就停了 這次狼死掉了 把電壓調到13.5V 這很大 用12V 去搓轟一下 用13.5V 搓帥有餘 這個是Arduino 這個是麵包板 這個是顯示它 怎樣閃發 這裏為何會這麼快